8月15日 三名中国留学生持合法签证 在美国休斯顿机场入境时 遭美方盘查并遣返回中国 理由是三人受中国政府资助 或其个人手机内发现军训照片 因而被怀疑有军方背景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美方以不分捉影 甚至是荒唐的借口遣返中国留学生 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这种针对特定国家留学生的歧视性做法 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 和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 完全背道而驰 是开历史倒车 理应受到谴责 我与美方是没有 有机就是高第二下 感谢观看